第一个插入函数 如果一样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那个index 那index里面的话 第一个他会问你说 你的source array 其实是你来源 那来源就是这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呢 那你的rall 意思就是说你是哪一列 意思的就是说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列是哪一列 针对的是这一个范围 我一直强调 index是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一直向下拉的话 他一定是第一 第一列的第一栏 然后下一个的话一定是 一样是第一列 但是是第几栏呢 第二栏 所以他的rall一定是一一一一 然后二二二二 那这边的话一定 蓝的话一定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你就要先看到你的需要 到底要变 所以你要变出两个东西 就是rall是四个一 四个二 四个三 那蓝的话呢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什么时候产生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向下拉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动产生这东西 那如果你向下拉要自动产生这东西 第一个一定要想到的函数就是rall 有没有rall 可是rall你向下拉的时候 他一定是 什么呢 他一定现在如果在第二列的话 一定是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 变成什么 变成四个一 四个二 四个三 然后呢 column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怎么样转 这个也许想想看 如果你这个想得出来的话 以后你资料要分分合合 就会非常的简单 看到我要把它变两 变三 变四 都无所谓概念都一样 这个延伸性的练习题 试试看 其实说真的 会 想得出来知道概念的话 你应该 就没有问题 所以也许你可以在旁边练习什么 练习我这边是rall number 我可以需要什么 rall number我需要 需要的是1111 那这边是column column 这边是1111 四个一 四个一 不过会不会有人这样 直接就在那边1111 自己先产生 2222333 这边是1234 其实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这边先做完 那你再用index抓旁边的资料 那答案也可以 也没有 再把这个隐藏起来 有没有 也可以合并 也是一样用index 只是那当然不是最好方法 OK 想想看 这个规则 这个是额外的延伸练习题 还蛮有趣的 是要动一点脑筋 但是如果你想出来的话 应该就不是很困难的东西 我看我好像 其实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没放 但是我在 那个我的云端上面 云端的白板 上一次给各位那个 GOO.GL有个连结 里面其实也有答案 好 这个我想先给各位想想看 那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再把刚刚的这个工作表 拖拉 按Ctrl键 复制一下 把工作表名称改成 用indirect 意思就是说 请你怎么样 把刚刚这个东西delete掉 试着用什么呢 用indirect 这个函数 把它变出来 indirect函数 我们之前 插入函数 好像有讲过 就是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 的indirect 这个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是一个位置 所以我需要的资料在B2 所以第一个资料在B2 下一个B3 下一个B4 B5 所以基本上 它变化的部分呢 只有B 跟后面那个数字 所以B欄不会变 B欄不会变 B2 所以你只要产生什么 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 2 3 4 5 6 7 8 9 有没有 刚刚是1到32 那现在的话呢 是要产生什么 产生2到33 所以抓这个 那你会发现indirect 其实就直接是抓什么 抓目前工作表的哪一 籃哪一列 所以indirect 等于是直接抓工作表 这边说是抓工作表 那index是抓那一个范围 的哪一栏哪一列 这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常常有 常常同学最容易搞混的就是 这两个 就是不清楚说到底是 范围是来源在哪里 indirect是根据的是 这一个工作表 index是根据的是 那一个范围 所以两者有点不太一样 那请各位试一下那个 这个indirect这个函数 那其实你只要把那个一样 把那个23456 它实际上就是 只要这个是抓B2 这个抓B3 就下一个 所以B2 B3 B4 B5 B6 B7 有没有 然后这边变成2 其实前面都是B 所以他们共通点就是前面都B 所以B不用变 只有后面那个数字 也就是说你只要变出什么 先第一个 先变出那个column就可以了 蓝的话 那等于就刚刚那个最近使用过的column column的话 因为我要从2开始 所以是减掉2 那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向右 向下 但是2345都固定 那我需要什么23456789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加上倍数 前刮弧 把Raw 减掉 它现在的列数 先扣掉归0 在后刮弧乘上 因为有4个栏 所以乘以4 打勾 向右 向下 那就会2到33 那有2到33 这个讯息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interest里面 的什么呢 B的后面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公式减下 然后插入一个 indress函数 前面先串一个b and 一个符号 关键这个 and 后面再把刚刚的列数 产生的那个 那个 它 原来是数字 我前面讲过 本来是2 那因为它遇到那个and 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 它的概念是and 它本来是2 它遇到and 自己帮你转成这样子 再跟前面的b 串在一起 所以串完之后的话 那结果就会是b2 ok 那以此类推 向右向下 那不就是什么 把b2到b33的资料呢 帮我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范围 ok 那当然蓝宽一样 刚刚的问题 那剩下的部分 就是把前面蓝宽取代 哎 又回到刚刚mid跟replace 所以也许 差别只有在那个indirect 它抓取的是 目前工作表的真实位置 这个有点像是绝对位置 绝对位置指的是哪一个b2b3b4 抓过来 那至于哪一个简单 其实我觉得 看就看你平常的使用 index跟index各有巧妙之处 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用 那就看个人习惯问题 因为index是抓一个来源的范围 那那个范围是你可以选的 那index不能选 index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没办法选取 那顶多是说你如果跨工作表的话 就是在那个b2前面 b1的前面再加哪个工作表名称 加一个惊叹 工作表名称再加惊叹 也就是如果你的资料 是在另外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叙述方式 那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index后面切割 前面栏文名称的概念都一样 合并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可以先试做看看 第一次再来回来 啊 哦 啊